其实我也是一个凡夫的孩子 真的我的感受就是 假设不是阿弥陀佛 我不能称为少子 虽然 在很多人的眼中 我品学兼优 我非常的乖 走到哪里 亲戚称赞 走到哪里 老师称赞 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也是个凡夫的小孩 我现在把我 几个跟妈妈的片段 分享给你们 我记得呢 我的小时候呢 就跟吴怡争的女儿一样 我觉得我妈妈是偏心的 因为我妈妈去哪里 都只有带着我弟弟 她从来没有带我去玩过 所以在我 当时凡夫的小孩心里呢 我会觉得妈妈并不疼爱我 然后呢 我记得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呢 哎呀我的房间东西都被移动了 我的房间变成我弟弟的房间 我的东西全部被移走了 原来我妈听了一个算命先生说 我弟的风水应该睡在我那个房间 所以他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我一回家我的房间就没有了 那在一个凡夫的小孩心里 他对妈妈是不满 他就觉得 你为什么只想到弟弟 而不考虑到我这个女儿呢 而且你不是每次都说 我很争气吗 我让你很有面子吗 可是我没有感受到 你给我的一点爱 这在年轻的时候 那一直到 我要念大学 那时候跟我妈有一点冲突 我是一个很优秀的小孩 我书念得很好 但是我高三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个叛逆期 我不是去玩 我不是做坏事 我从来不喜欢玩 我的叛逆就是不念书了 我去考联考 可能没有人相信 我凭的是高一高二的基础 我高三没有念书 我就睡觉 上课我就这样假装听讲 我就叛逆 因为我妈妈要我念丙主考医生 我心里就反叛 我偏偏不要念医生 就是以我的成绩 我的能力 应该有资格 可以考上医学院的人 因为我在高一高二成绩 大概都前四五名 在一个第一名的学校里面 但是我高三不念书 然后田志愿跟他起冲突 我记得有一天呢 他叫我要去佛堂上香 我就把窗户关起来 我根本不理他 因为他讲田志愿的事情 那么我高三那一年 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可能是十九岁 你受业力的牵引 我不知道怎么搞的 去撞到这个教室的门啊 然后就撞到这里 你们如果还看得到这里有一个三角形的八痕 然后那次撞到了以后呢 是通知我爸爸 我记得到台大医院呢 不能打麻药直接缝 因为打麻药会肿起来 我们妇女联手骗了我妈妈 绝对不能跟我妈讲啊 因为要联考了 我现在高三假装说只是包扎了嘛 然后我们讲好 假装说这是撞到而已 没有那么严重 其实缝了很多针 所以在我考大学呢 你想平高一高二 我是念到福人大学的食品科学 差一点点上台大护理 是没有念书的 那我妈很不满意 她认为你可以念医学院 为什么这样子强迫我去 当时你们如果早期 都是可以去办休学 然后再去南洋街 再去补习班重考 我也去办休学了 可是我发现 我高中最好的同班同学 跟我考同系 我那个叛逆又起来 好不容易一个同学跟我同系呢 我就私底下跟我同学 去把那个休学给解了 就是我不管休学了 我就直接去念了 当然念的学校 是我妈妈非常不满意的 她认为你应该念台大的人 你跑到念福大 念这样子一个不满意的科系 这是我在成长过程 我觉得跟母亲当中 有很多的遗憾 现在看起来真的是 很韧性 很小孩脾气 那我毕业没有多久 我去出家 我最感恩她成就了我出家 我还记得 我出家没有多久 她给我打一个电话说 她非常想念我 然后那个时候不知道 有一个什么证件要办 我现在已经忘了 那个证件需要 我在大学毕业证书 我妈竟然她因为想念我 还突发奇想 她说你回来一下 可不可以带个假发 我再去拍个照 我已经出家了 我怎么可能带个假发再去拍个照呢 所以在我成长的过程 与母亲的相处时间很短 因为她很辛苦 我们家的经济是她撑起来的 她教书 然后去当家教 然后非常的节俭 就为了买房子等等 所以她晚年 她一直认为 她因为在赚钱 没有雇到我们 而导致与我们的关系疏离 她一直在埋怨这个 那虽然说她我们到后来 尤其是我下山之后 我在民国99年 就是没有到场的情况下 我为了台湾做三场大法会 就在板桥体育馆 在高雄劳工娱乐中心 还有台南龙山寺做水路 那这三场她都很支持 我记得99年 在板桥体育馆那一场 她来了 然后她跟我说 她前一天她高兴到睡不着 她觉得我的女儿 办了一场这么盛大的法会 虽然我出家了这么久 她觉得这是我女儿办的 我女儿办的 她说她高兴到睡不着 我想这是一个 做母亲的一个心情 那在我下山之后 我比较有一点点弹性的时间 可以跟她相处 因为我在山上 我们是绝少回家的 那即使是这样 因为为了这个十方圆通寺 我曾因为下了山 我到屏东搬过两个房子 两次房子 到台中租过房子 又到苗栗来 然后炒创是非常辛苦 所以根本没有时间陪她 可是她生命已经到最后了 生命到最后 其实当时我有预感 可是我没有随顺我的预感 赶快回去看她 所以我刚刚说的那一段 是我真实的想法 如果不是拥定她往生西方 这份遗憾 我会一直存在 我会一直觉得 我没有尽到孝道 我一直觉得说 在她生命的最后 我没有在她的身边 这种遗憾 是我非常深刻的感受 所以我会跟大家说 你们一定要把母亲送到极乐世界去 你所有的遗憾才会没有 因为我太了解因果业力 我太了解父母儿女之间 有恩有怨 有感恩 有抱怨 有冲突 谁都不用骗谁 这是事实 谁能够说你跟母亲没有冲突过 没有大声过 不可能 你没有心里埋怨过母亲 不可能 你没有在兄弟姐妹当中 你计较过也不可能 但是当母亲走了以后 这些会变成你们的遗憾 我要告诉妈妈还健在的各位 我是个过来人 当你妈妈走了之后 所有一点一滴都会变成你的遗憾 我有你赌病的知道了 她往生西方了 她真的解脱了 她永远不再受苦了 这个遗憾才会消除掉 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师父这一段话 好好的陪母亲念佛 好好的送母亲回西方 那今天最主要的是讲一个 跟父母儿女有关的 而且这个可能有人听过 或许有人听过 关汉清他写的一个剧本叫斗儿渊 你们有没有听过斗儿渊 有听过六月雪 就是六月下大雪有没有 六月下大雪那个斗儿渊 我们一直以为它是戏剧上的东西 认为它是编出来的 但是呢就是透过一个真实的台湾的人 是什么人呢 台湾以前不是有那个生命线 就是张老师 早年叫张老师对不对 就是张老师那个心理辅导嘛 所以所有做这个接线电话的人统称为张老师 那么这个人呢 他就是创办这个张老师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创办者 她是一个女性 那她的特色是 她做了很多的社会公益 她很孝顺她母亲 但是她发生在她身上 这个太离奇的因果故事 所以她现身说法 讲给大家听 那她跟大家讲说 因为她的故事在她身上 有点玄妙有点离奇 或许有的人不相信 她说我是诚实的讲 但是信与不信呢 在每个人 然后她又说 因为每个人遇到的 跟她不尽而相同 但是一定有某一部分相同 她呢是怎么样呢 她的 她的这个 整个家族都被诅咒 他们家的男人 从她爸爸 祖父 曾祖父 连续至少五代 他们家的男人呢 三十六岁一定会死 三十六岁生日那天一定会死 他们家的女人呢 只要是老大 譬如说你是长女 三十四岁生日那天一定会死 她的姑姑 她的姑婆 都是三十四岁生日当天死 她是老大 她本来不知道 她们家被诅咒 有这样的事情 只有她妈妈知道 结果呢 她三十三岁的时候 怀了第四胎 预产期 是她三十四岁生日当天 好 预产期刚好 她三十四岁生日当天 所以 她妈妈呢 是个学佛 持戒的人 一听到她女儿说 她的预产期 是三十四岁生日当天 坚持她女儿要堕胎 她女儿不能了解 这个张老师不能了解 妈妈你吃素学佛 你爱护生命都来不及 你怎么可能 你要叫我堕胎 她妈妈当时不敢讲 家族 有这样的情况 她想她女儿 那一天 万一走了怎么办 好 现在就开始发生 在她身上奇妙的事情 她怀第四胎 她身上产生什么现象呢 她 怀孕的时候 必须不断的去撞墙 我想你们这么多妈妈 好像还没有听到这样的 对不对 她必须不断撞墙 同时 她每天 必须叫她的先生 她已经有三个儿子了 必须打她 要打得很用力 假设那一天 她先生跟小孩 因为不忍心 不打的话 她会没有办法 睡觉 会非常的痛苦 所以她没有被打 她没有办法睡 他们不打 她就翻脸 说你们打我 打我 打我 打得越重越好 她在怀孕的时候是这样 一直到怀孕六个月 因为她世母志孝 我今天要强调的是 她世母志孝 她怀孕了 她妈妈想吃银丝卷 她当时是台北 她就坐公车呢 到一家蛮远的餐厅 为了给妈妈买银丝卷 可是当时呢 总走姻缘 她怀孕在公车上 没有任何人让胃 那这个公车 刚好去撞到 撞到不知道是 什么东西 还是什么车 就是产生严重撞击的时候 她就跌倒 那么跌倒回家呢 那天晚上 因为肚子很疼痛 就被送进医院了 送进医院就生产了 生产了以后呢 是一个非常 虽然六个月 可以看得出来是 非常漂亮的儿子 又是儿子 那她当时呢 就很做一个母亲呢 她还是很想 把这孩子救活 那刚好她妈妈 认识一个法师 她没有写是道教的法师 还是出家人的法师 所以我不太确定 那她遇到这个法师呢 她就 她说她就 那可能是出家人 她就顶礼 法师顶礼两次 那个法师说 你为什么顶礼我两次 她第一次是 为了祈求我们全家人 平安 那第二次 为了我 那个时候还没有 就是撞击前 她就说 为了我这个肚子里的 这个孩子呢 顶礼 那那个法师就说 好 这个徒弟呢 我就收定了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你要打电话给我 所以当她小孩出生那一天 她马上打电话 几个法师 她说我的孩子呢 提早出生了 那可是 只有六个月 求法师你救救他 好 那个法师就说 你真的要救这个小孩吗 她说要救 她说好 第一个条件 你吃素一百天 吃肠素一百天 第二个条件 你会念什么 相应的佛门当中的东西 她说我只会念白衣神咒 她说好 你现在开始念 念一万遍 她说可以 我一定要救我的小孩 所以呢 她从挂完电话之后 她就吃肠素 她就开始念 白衣大师神咒 就没有停 就拼命念 这样子经过了29天 这个小孩在医院里 经过29天 在 就对29天要满月 就是在医院快要满月 出生快要满月了嘛 她那天晚上呢 她就自己做了一个梦 她梦呢 梦中她就牵了她的孩子嘛 手牵了手 可是突然间呢 这个手就松掉了 然后她就看到 她这个小孩的脸就黑了 她就惊醒了 她心里想 她这个小孩可能没有救了 所以 她一惊醒 就推出她先生说 现在半夜 她还是要打电话到医院去 那结果 就在她先生要打电话 给医院的时候 同 对不起 同时医院打进来 凌晨三点 就这个小孩走了 那她非常痛苦啊 她就痛哭 她想说 我也这样子的念白衣神 就也这样 她痛哭 到了早上六点 这个法师来了 她拜托的这个法师来了 这法师一进门呢 就对着他们家里的人 包括她妈妈家里的人 说恭喜 就你想 这种场面说恭喜 能够不被骂吗 她说 我们刚失去一个小孩 你为什么 对我们说恭喜 她说因为是这样的 她说 她先问 她说这个小孩 是不是三点走的 她们说对 为什么你知道 她说因为呢 我昨天在打坐的时候 她说这个孩子来找我 这个小孩来找我 她说呢 她要离开了 她问她说 为什么你要离开 你不留在妈妈的身边 她说 我是要来 她要她的命呢 我打算 在她34岁生日那天 把她带走的 她说虽然 她说因为她弑母至孝 第一个 她太孝顺了 然后六个月的时候 她太孝顺 加上那一个撞击 害我在 我没有办法 躲不住 我只好出来了 她说我出来呢 她说就算 我没有提早出来 我是打算 十个月 她生我那天 把她带走 就是34岁生日那天 她说为什么这样 因为呢 她以前是个贪官 她判我冤育 然后 她怀孕当中 所受的苦 她去撞墙 还有 叫她的先生小孩 打她 都是当年 我在监狱里面 受的刑罚 我在监狱里受那些刑罚 被罚被打 所以 我让她在怀孕的时候 受同样的刑罚 她说可是 我出生之后 她不断念佛 因为念白衣神之后 她就说念佛 她说她不断念佛 她身边 都是佛菩萨保护着她 我根本没有办法靠近她 然后她说 她家里也有一个佛堂 我根本进不去 等于说佛堂里面 有很多的佛菩萨 她进不去 她说我 还是不甘心 我还是等机会 想要带她走 所以才会有这29天 她说我在等机会 我要找她报仇 因为我就是要带她走 可是我没有机会 到后来她说 可是我没有力气了 第一个她是母至孝 还有这佛菩萨保护她 还有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所以我才要走 我现在要去彰化投胎 她还告诉她 我要去彰化投胎了 就走了 所以这个法师 就跟这个张老师 他们家人 说了这个原委 她说 这个是你的冤亲在主 所以她走了 我才恭喜你 她是要来要你命的 这个事情是前半段 这个是 张老师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是20年前 那么隔了19 20年之后 她前面不是三个儿子吗 她是个三个儿子都很优秀 尤其她那个大儿子 等于毕业以后 就到美国留学 然后到美国自己创业 等于让妈妈是非常引以为荣 很优秀 那么就在有一次 她这个母亲回台湾来看 二儿子跟三儿子的时候 就突然间接到电话 接到她先生的电话 就说她这个大儿子 在洗澡的时候呢 突然间空气阻隔 你说这不是业力吗 你怎么会说 洗澡的时候 突然间空气阻隔 然后就昏倒了 在急救 那她从台湾 搭飞机赶回美国 洛杉矶的时候 她儿子走了 她这大儿子走了 那她不能承受 因为她这个儿子很优秀 而且已经等于说跟她 是二十几年的这个母子之缘 所以她就不断的痛哭 不断的以泪洗面 任何人劝她都没有用 这个时候还是她自己的妈妈 还是她自己的妈妈 不断的劝她 她才说 好那我去佛堂走一走吧 在美国她说 因为她没有办法排解 那他们就到了一家 已经知道很久 但是从来没有去的佛堂 她形容说 她一走进去这个佛堂呢 好 先看到一个出家师傅 这个出家师傅是香港来的 另外旁边一个居士 那这个出家师傅 看到她走进来呢 就目不转睛的 一直看着她 然后因为她当时呢 看到谁都哭 看到谁都哭 拼命的哭 然后就说了她的遭遇 这出家师傅只讲一句话 你的事情我管定了 就这样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这个师傅会讲这一句 然后后来从隔天开始呢 这个师傅就打电话 就叫她到佛堂 刚开始都用佛法 跟她说人生无常啊 或者是种种姻缘啊 种种 可是你讲这些都没有用 她仍然是痛苦的不得了 痛苦没有办法排遣 仍然是继续痛哭 那么隔了 两个月左右 这个法师呢 一直很关心她 后来跟她说 这样吧 我一定要解决你的问题 你喜欢观音菩萨吗 她说她很喜欢观音菩萨 她说我特别请了 从香港请了一尊观音菩萨来 你来请回去 你去买两尺的黄布 两树的黄菊花 来把这个观音菩萨请回去 她说很神奇的是 她要去买布 那那个布店里面呢 有一块很特别的黄色的布 很小 那个老板不要卖 她说这个 没有什么作用嘛 她说没关系 老板你量看看 一量就是两尺 刚好那块黄布就两尺 然后要去买花呢 她说美国他们以前买花 都是一整桶一整桶 那天就刚刚好有两树绑的 刚好绑两树的菊花在那里 她就买了 就把观音菩萨请回去了 可是把观音菩萨请回去之后 她还是没有改善 她这个痛苦拔不出来 那么又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法师呢 跟她说 你来 我要解决 你的这个问题 她的方法比较特别 我们只是陈述这因果业力 这个方法 我也没听过 可能应该 这个也不是佛门的方法 她说你写下金木水火土 她金呢就是 譬如说你的生辰 你的名字啊 木呢就是你的同学 你的工作 火呢你家人所有的名字 那金木水火土 接着就写你今生 有什么怨恨的事情 还有你今生有什么希望这样 她说你写完这些呢 不能给任何人看 你先生也不能看 我也不能看 然后写完以后呢 你呢必须某年某月 某日 然后对着某个方向呢 就每天念五遍 一共念三天 之后你把他化掉 放在信封袋里 然后就放在枕头底下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就照做 结果隔了一段时间 这个法师把他叫去 他说你的因果帮你查出来了 可以解决了 我现在陈述的因果 他说他讲得更清楚 你们记得刚才说的吗 二十年前这个台中的法师 这个法师 有说因为他是个贪官 因为误判了 所以他来讨债 他这次讲得更清楚 他说他就是斗娥冤当中的那个太守 就是把斗娥误判给他杀死的那个太守 斗娥发怨要他家破人亡 一定要来讨这个命债 这个是因为他欠了这条命债 导致他今生投胎的这个家族 变成男生三十六岁死亡 女生三十四岁死亡 然后呢也导致他这么多的一个痛苦的一个事情 然后他跟他说 你要好好的忏悔 好好的学佛 因为 为什么我来帮你 是我的师父 他说他的师父在香港 本来已经是个闭关的师父 不管人间的事情 可是呢 不知道你哪一生救过我师父 他为了抱你这个救命的 不是说救命 救他的这个恩 他在可能在禅定当中 看到了你极度的痛苦 一定要救你 所以他派我到的这尊观音菩萨 一定要到洛杉矶来找你 他说你知道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你的遭遇 只知道你大约的长相 我洛杉矶这么大 根本不知道怎么找你 他说我来洛杉矶的第一天 来到这个佛堂 我还问人家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太太 来佛寺吗 根本没有人知道 他说可是 哪里知道第二天 你竟然自己进来 所以你一进来 我拼命就梦古转经的看着你 我问了你的遭遇 我知道你就是我师父说 要救的那个人 所以我才拼命的 叫你过来给你讲佛法 拼命拼命的给你想办法 因为我师父说呢 如果你这个事情没有办好 你就不用回来了 所以如果你的事情没解决 我不能回香港 那张老师他这个过去生 作为杀死逗娥冤误判的 这个太守啊 他真的是很 他说他知道是一个 很真实的状态 因为从他自己怀孕 还有这个小孩 这样子走掉 还有所有当中 二十年前二十年后 讲的完全吻合 这些情况呢 他把他这个因果 在他身上的因果 讲给很多人听 那这个是文字有记载下来 那我今天是讲 这个是讲妈妈跟小孩 那你们都知道 学佛都知道 孩子有报恩的 有报仇 上这个是来报仇的 报仇有各种面貌 不一定不听话才叫报仇 极度的乖 极度的听话 英年早逝也是报仇 他大儿子也算一种报仇 让他痛苦到走不出来 也是一种报仇 因为很优秀 所以你妈妈根本看不开 所以我们讲这个是什么呢 这世间的一切不离因缘果报 所有所有包括父母儿女的关系 都是一样 所以以人间的方法无解 无解 你就是承受业力 承受业力 然后在这业力当中 莫名其妙的各种情绪 莫名其妙的各种遭遇 随顺着这些遭遇呢 情绪起伏 或者快乐或者痛苦 就是这样 就我们轮回就是这样 唯有仰赖佛法 才能从这些因果业力当中 彻底的解脱出来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做母亲节这个活动 这个就是一个妈妈跟孩子的一个因果业力 那提供给大家参考 就是你们自己也要回想 发生在我身上 不见得这么玄奇 但是也都是因果业力 不管任何事情 不离因果 那因果 在佛门里面 就是忏悔 仰赖佛令 念这句佛 我今天告诉大家 南无阿弥陀佛 等同忏悔 等同发愿 等同一切 所以如果你实时在念佛 等于你也实时在忏悔 你不用有一个忏悔的仪式 你也在忏悔 因为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包含了忏悔 包含了发愿 包含了所有一切 所以当一个人一直念佛的时候 他不断的在忏悔 又不断的有佛力加持 怎么可能不消业呢 那么他不断在忏悔当中 自然而然这业力就一直化消 那么当一个人开始念佛 念了三年 五年 十年 他家庭的因缘关系 已经化解了 转换了 譬如说 原本是来讨债 但是因为一直在忏悔 一直仰赖佛力 一直在削减这个业力 已经转换因缘了 甚至有可能把恶缘都转换成善缘 这绝对有可能 所以只能靠佛力 那所以最后的这个结论呢 还是请大家一定不要忘记念念要念佛 今生唯有念佛能解脱 也唯有念佛 你到西方才能报你生生世世父母之恩 生生世世父母的恩 等你到西方解脱了 再来报答 所以我们的结论 还是希望你们进此一生一向专念 南无阿弥陀佛 然后发愿到西方去 再来报所有累生累世的父母恩德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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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